印度的冠病疫情没有最糟 只有更糟 印度单日确诊病例连续第三天处在新高 当地时间截至星期六早上 各地再录得34万6786宗新病例 新增的死亡病例为2624宗 必须治疗的活跃病例超过254万 各地医院的氧气供应等医疗资源严重短缺 死亡人数不断攀升 一天之内超过34万人确诊 印度已经写下全球最高单日记录 目前累计确诊1650万宗 仅仅是排在美国之后 由于当地20个主要省市的7天平均检测 呈阳性率的趋势持续上升 病例也大幅度增加 专家警告印度第二波疫情还没有达到高峰 形势将会恶化 医疗体系是否还挺得住 情况病人十分担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